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不胜手啊 那些人享不享受 享受 这是告诉我 可以享受 不可以有望念 也就是说 他们种种享受 他没有控制一切人似无的意念 决定没有占有一切人似无的念头 念头都没有 何况是行为呢 那个叫大落 那是真落 我们这里面 无论是落也好 是苦也好 都有控制这个意念 都有占有的念头跟行为 那叫造一夜 他们不造一 由此可知 齐心动念想战友 齐心动念想控制 这叫造一 造一 这一定是 物业都善业少啊 什么叫善业 偶尔短暂的 把控制战友放松一点 就善业了 那个时间很短暂 抓紧一点 要造一了 六窝业了 善悟无非如是而已啊 所以佛才讲 三窝道是六道凡夫的老家了 三窝道是六道众生出来观光旅游啊 时间很短暂啊 释迦摩尼佛是我们最佳的朋友 我们修佛一定要以释迦摩尼佛做一个基础啊 这是我们根本的一个模式 然后你有了定令 什么叫定令呢 不会被外面境界诱惑 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 逆云 逆境 不生烦恼 善与 善尽 不起贪爱 这叫定令了 有定令 自然就有智慧 智慧就是 一切通达明了 这样就可以学菩萨性 修菩萨到了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顺境 逆境 善缘 卧缘 说缘是将人私环境 人私环境跟物质环境里面 我们还会不会齐心动面 善缘 顺境里面有没有贪心 逆境 卧缘当中有没有成会 还会有这个念头 我们完全不觉 不觉就是六道凡夫 六道凡夫 佛在经上讲得很好 决定是住三卧道的时间长 三善道的时间短了 三卧道是六道众生的老家了 三善道是出来观光旅游啊 时间很短暂呢 放下占有的念头 放下控制的念头 放下支配的念头 这些人通通没有 这是佛 不放下不放下 喜欢的想得到 不喜欢的想排斥 想占有他 想控制他 想支配他 这是什么 这造一夜 造一夜也就有善有悟 你有这个念头 他也有这个念头 灰气冲突 这个里头 善一夜我夜 感得的是什么 感得是六道轮回 生生世世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搞这个 错了啊 为什么平常人造阴 平常人齐心动力 分别之处 他在这些妄想里头 其贪嗔痴慢 想控制 想占有 赠名夺利 那就造业了 造的善业 三善到首宝 造的无夜 三窝到首宝 出不了了 他轮回啊 而且造一 肯定跟东森结缘 又善我缘 生生世世 圆圆相报 没完没了 后头有这么一大堆的麻烦啊 轮回夜里面 必然是 物夜多 善业少啊 换一句话说 变现出来的古报 我们在三头的时间就长 三善到的时间短了 佛在经上讲啊 六道众生 十一三窝到尾故乡 是你的家乡 你在家乡 住的时间长啊 你现在到人天娘到来啊 是观光旅游啊 时间很短啊 佛这个比喻 我们越想越有道 这句话都是讲四十真相 我们不能没有警惕 高度的警觉心就是菩提心 这些诸位说真实话 如果你没有能力 立开六道轮回 你在三窝到的时间绝尽成就 你在三善到的时间是转战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仔细去想一想 我们心里起的念头 你就想一天 今天早晨早晚上 我这一天念头 是善念度还是悟念度 是善的力量强大 还是悟的力量强大 你一想就晓得了 悟念度啊 悟的力量强大了 换一个 善念少 善的力量不如 那你晓得了 三善到时间短 三窝到时间长 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 有理论依据的 你自己好好地想一想 你就知道 必定是这么个结果 事件是假的 事件你要想探求 你想控制 想占有 无不是罪业 地藏经上讲的话是真的 耶夫提众生 齐心动念 无不是罪 无不是业 所以我劝大家 齐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 心之所思所念 无不是无量受尽 这个好啊 夜门深入 常识喧修 立业无量无别 从今天以后 不再干啥事 不再干糊涂事 一心念佛 求生监督 不再干了 不再干了 不再干了